不管是当年的2020还是2024 毕竟台湾地区领导人是要靠选举来产生的 也就是说岛内各政党大家都有机会是竞争的关系 而最终的选择权也要交到人民的手中 所以民进党不要以为自己现在手握执政权便不可一世 毕竟台独不是其他在野党的党纲理想 更不是台湾广大人民的诉求 所以现在暂时把握执政权 又有什么可得意和狂妄的呢 不要忘了螳螂不禅黄雀在后 感谢两位的点评与分析 谢谢邮教授